越里景分局乐和派出所远景在执行巡逻勤务时 经过台九线看到一辆七机车停在机车要道上 远景上前关心 驾驶表示说车辆因为电瓶损坏抛锚了 为了保障驾驶人还有其他用路人的安全 立即把巡逻车开启 警示灯停放在车后方来警示 也现场指挥往来交通 一直到道路救援拖掉车抵达 把汽车安全调离现场 才恢复了交通的警察勤务 越里景分局乐和派出所远景在执行巡逻勤务的时候 经过台九线看到一辆七机车 就直接停在机车要道上 远景上前关心时驾驶表示 车辆因为电瓶损坏抛锚路途中 为了要保障驾驶人以及其他用路人生命 财产安全就立即将巡逻车开启警示灯 停放在车后方警示 并且现场指挥往来交通 直到道路的救援拖掉车到达 将汽车安全调挂驶离现场 才恢复交通警察勤务 那个先生 你这个 这个是怎么造成的 这个怎么造成的 没有 这个是很早以前就有 这是很早以前就有是不是 这边都是很早以前的 跟今天都是有关系的 分局长陈伟文说 警察除了维护社会的治安交通之外 也担负起主动关怀 为民服务以及救助的责任 而且助人为快乐之本 不会因善小而不为 车辆抛锚看似小事 却是用路人的大事 警方必当亦不容辞的伸手援助 记者高雄双预阵采访报道